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30日 這個片段是給自己作為一個記錄 其實原本的心情、狀態都是充滿喜悅的 誰知一個小意外令整件事有很大的反差 我簡單說說,今天全心已經籌備很久、安排很久 預約了一段時間,可以在今天捐成份血 我本身也是一個行常捐血者 只要健康狀況良好,我也是很樂意捐血的 由於經過一些網站上的了解 知道捐成份血其實在救人方面的力量會更大 我又覺得我應該可以參與 在我對上那次捐全血的時候 即是6月4日 同時叫姑娘,我想嘗試一下 看看可否應付到去捐成份血 那當時姑娘就幫我捐血的同時 抽多一筒血出來,幫我去做一些檢驗 那在7月初,我就已經很開心地收到電話 姑娘跟我說,你可可捐成份血 而最快的捐血日期,可以是7月30日 姑娘也有表示,你可以預約其他時間 那我就說,千萬不用考慮了 既然是這樣,就摘日不如撞日 撞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就是那天 那正正是7月30日,即是今天 等了很久,很心急,很緊張,很興奮,很期待 誰知道,會發生這麼奇怪的事情 那,捐血的細節內容我不特別講了 這個我留下一次,我真是很成功地 很順利地捐到一份血 我再跟大家分享 簡單來講,真是飛機撞子要 做完一個基本流程之後 那我就順利地可以開始捐成份血 誰知道捐一捐一捐,大概15分鐘左右 是難以置信,匪夷所思 竟然捐血站是跳了Fuse 突然之間,啪一聲 然後整個捐血站 所有本身在動的電氣,冷氣都停下來 那我是...感覺很差的 因為當時我覺得姑娘的應變是...給我的感覺好像... 她的反應好像是... 咦?又跳了? 這個感覺很差 然後...也沒有...因為我是第一次捐成份血 其實...然後會怎樣呢? 然後要做些什麼呢? 我又可以怎樣呢? 其實姑娘是沒有正面去... feedback 給我的 都是我要問一下或者偷聽 才知道狀態的 結論是...原來... 我都問她 我剛剛捐出來 改一堆的血液 或者是...需要的成份 其實是...會怎樣處理的? 她就輕輕地說 應該都可以用到的 但是...其實... 對於我個人來說 這個不是確切的答案 但我沒有再追問了 因為... 失望和不開心的情緒是... 比較高一點 然後我休息了一會兒 然後就... 跟平時捐血的情況一樣 那就... 喝多兩杯水 今天有餅乾吃的 不過我也不吃餅乾了 都... 覺得沒什麼特別不舒服 我就離開 直至... 走下來奧海城這個奧海... 好像叫奧海公園 在這裡要... 跟大家share一下我的情緒 很明顯 comments 我們會不會有時間 走下 nowana... 為那些人 然後呢 那些人 也都怎麼看 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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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下